真的匪夷所思 因为这个酒店里面的 这个洗澡的这个花洒里面有这个粪便 我觉得这个简直是不可能 我满脑子里想的就是 自来水里面出了粪便 怎么可能吗 即便有人想上里面添加台 会被稀释掉 没有人会察觉的出来吧 匪夷所思嘛 而且我就仔细研究了这个新闻稿 新视频 这也是官媒了 5月1日 网友周女士发文称 就是今天了 入住了贵阳儒家酒店 发现花洒里有粪便 我女儿习惯用喷头里的水刷牙漱口 我也有这个习惯呢 我怕会传染什么疾病 同时有网友称 酒店拒不承认这是他们工作疏忽 5月1日 涉事酒店方向南渡记者表示 该事件发生于4月30日晚 酒店安排工作人员到场处理 我们酒店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 客人目前没有给出明确的要求 同时涉事酒店方面称 这个义务也不一定是酒店的问题 因为我们酒店的阿姨 都会按流程检查卫生 你说了吧 一检查卫生也不会检查花洒呀 同时阿姨会用这个花洒 洗这个卫生间的墙壁 充实很长时间 你说了吧 你那里如果不要干净 他冲洗个屁眼 他不干净 他用打开车冲洗 而这个受害者 这个顾客就说 希望酒店书面承认此次世界 承担这个女儿卫生检查费用 并进行赔偿 这太恶心人了 这简直就没有这么恶心的 但我看完那个报道以后 我始终就不理解 是吧 我就觉得 匪夷所思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但是一看评论我就明白了 要不大家 你看咱多看这些个 现在的社会的事 多这个了解 会有收获呢 评论一 男男真 一个大绿脸 吐了一地 还不太明白吧 我再给你读后面 观察了 懂的都懂 所以我只用 顶上固定的花洒 第三个评论 观察了 第四个评论 我以为是把花洒头拿下来 用管子的 结果人家直接连头都塞进去 下面一个评论 大家恐怕就完全理解了吧 恐难捅了 这位朋友说 用花洒的水刷牙 是挺难理解 你那难理解啥 洗澡的时候 省得懒得拿杯子嘛 你就是不刷牙 你够恶心的 那也是啊 大家能理解了吧 好 这位有一个朋友 比较说的比较清楚一点了 是吧 哎呀 我的天 反胃了 刚吃完饭 太反胃了 请大家自重多 重视 用这个酒店的固定花洒 南童用酒店里的花洒 喷头灌藏 可以说是相当常见的事 有味道的一个新闻 天